完成 班长 什么事 德国班长 我要请假 去哪里 去黄埔潮 别迷不如送老 我说你盗木鱼 能不能不起哄 台先不够乱的 就你那破文章有人看吗 班长 这我拥护咱校长的英明果敢 拨乱反正的大义里人 这有什么错啊 行了行了 老汤啊 就你话还说不利索呢 你还写文章呢 这样吧 你过我当枪手 我帮你写 肯定能登场 就你们这帮落后粪子 我都懒得理你们 要不这样吧 汤木雨 给我们念念 让我们先听听 我们要是觉得好了 你再发表呗 我呀 我才不上你们这档子 为什么要念给你们听 我汤木雨着耳不群 出乌尼而不染 我还自比荷花啊 那你是荷花 我们就是乌尼了是吧 李青 别这样 你 李青 行了行了 别这样 别这样 你怎么还想打人啊 冷静哪 你骂谁啊你 李青 你骂谁啊你 行了行了 你把玩笑开过头了 上级让我们集体反省 也包括你汤木雨 给我老是带着 别他们叽叽喳喳 像这鹦鹉 行了行了 咱都是些军事来的 不是卖大力玩的 六班长 六班长 哪个是牧阵坊的床位 你什么意思啊 驱队长让我来 找一趟牧阵坊的军装出来 送驱队部去 这是他们床 来 是不是老沐要给放回来了 不知道啊 你是不是盼着老沐这边回不来了 啊 啊 在这儿 这儿呢 到底怎么回事 驱队长要把全放了 还说这事要让杨丽清去晚 杨丽清 到 杨丽清 要放屈恩了 真的啊 屈队长让你去看牙屎 也算是个道歉的意思吧 否则抬头不见地头见的 以后没法相处了 我不去 为你好你做什么要叫呢 有什么 咱都是军人 咱就是执行命令 有什么过不去的 我人格上过不去 还真认死礼 反正我不去 打死我都不去 要知今日何必刚出呢 好好 你不去我去 给自己的老师道个歉 也是人之常情 你这套教理 我就是不去 哎 李清 你小丢主 敢作敢为 跟我对脾气 你什么离我远点啊 哎 你 我用得着跟你对脾气吗 去 给各位师长 同仁同学配礼 毕人实属职责所欺 多有得罪 禁闭已经解除 恢复住等革命军人身份 换上吧 不能就这么完了 我们需要解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是 校长今晚设宴 款待此次不幸事件中 所涉及的第一军 以及贵党250名贵党同志 相信校长会给你们一解释 还请你们更衣 少设休息 会有交通专艇 送诸位前往服宴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哦 你是楊丽仁吧 对啊 我就是 您是 我是娶恩的妹妹 娶霞 我听丽华说起过 您好 你是刚送黄谱过来吗 就是 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要关押我哥哥 好像 我也不比你知道得多 据我得到的消息 有人要施主劫持校长 劫持校长 我哥哥连走路都需要拐杖 他会劫持你们校长 你弟弟怎么样 李清他会有麻烦吗 李清啊 还好 你们中央党部这边 好像 你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我这样的共产党 还可以自由地在这里走来走去 你觉得奇怪是不是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口气里有了 你眼神里也有了 是 你真有个性 转告你那位朋友 做人要光明正大 这样的霓天大谎 他也撒得出来 就不怕折寿吗 我不转告 要说你自己跟他说去吧 你以为我不敢 没什么敢不敢 他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有次道来讲道理 行行行 你跟李清 跟丽华 也是这么说话吗 你不要讲话题 那你为什么这么对我这么对我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平时跟什么人混在一起 听李清跟你说的吧 从他嘴里对我就没什么好话 好 好 我明白了 我只当是跟电线杆子说了会话 再见了杨丽仁先生 再聊聊 什么 曲小姐 我建议你回家去 你一定要听我的 老老实实在家带着别出去 别到处乱跑 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已经有缓截了 再见 那姑娘挺漂亮的 谁啊 党部的工作人员 不错 听说是蒋介石专上的晚宴 怎么还没完呢这事儿 蒋介石王物左右而咽他 完全不回应我们对中山店的质问 他说这件事情的真相 要等他死了以后 才能完全发表 这叫什么 想不了了之啊 不了了之 怎么不了了之 人家现在是一箭三雕 成了广州党政军的头号首脑 那怎么处置你们 你看你 怎么处置 让你出局辈 都集中到大佛寺去 政治集训 黄埔和第一军里 凡是公开身份的人 我们的党员都要去 真够硬的 多少心血啊 儿子 怎么就这么软的呢 任人家摆布 枪杆在人家手里 他蒋介石横着树着躺着都行 党完全没有自己的武装 我们也可以有啊 见他 是啊 要犯花子还有根打狗棍呢 就是 没那么简单 共产国际不同意 就说从李吉深那儿的原处装备 里云出五天桥香 用于武装功能都不行 说是怕引起国民党人的猜忌 我就不懂了 这儿的事儿 他万里之外的人都比你清楚 哼 我看是宰卖椰田心不疼 哥 你们推出了 那黄埔怎么办 就完全放弃了 那立青他们怎么办 就随波逐流 让他们自身自灭啊 是啊 我最不放心的 就是立青那些年轻人 不能不管 完全推到人家那边去 可惜了 当初是你让我不要发展他了 听说这次逮捕你 他也参与了 我看得出来 他当时心里很难受 很难受 这下有可能 这下有可能 再想了 对 你也参与回南 你也参与他 就是他 你也吗 你也想知他 可别把这么好的孩子给毁了 去想啊 你想想办法 找找丽清安慰安慰他 别让他太内疚了 这不是他的事 完全没有必要自责 那我是不是要跟他解释一下 没有发展他的缘故 没那个必要 眼下这个气候 不说破了对他更好一些 万一他承受不了怎么办 他必须承受 天降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牢起筋骨 恶起体肤 吴容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这个皇位吗 跪你了 这怎么很厉害的 这怎么好意思呢 统统一场 有个念想的 老板 这个送给你 放蒙的都过火 在汉口是一个洋鬼子那里弄来的 废了把三块钱打牙 兄弟我就亏灵了 我请讨厌 你 老板 这依然是一礼是 这个是你的 总是コパ 几乎 那你要要换你的 你什么都过来 你那都过来 是一礼是 拿去要换你的 电话 这次你留了我俩枪拖 咱俩算成了 你要是不嫌弃 我这套小工具 怎么了 老木 这不太好 不太好 拿着 拿着 这还能把你吃化呢 走了 去大庙那边改造许了 以后队里啥地方需要 石头石头 修理修理 你就带来吧 行 老木 咱俩其实也就是主义之争 抛开正着 咱还是同庄 各位 我就走了 各位 各奔前程 后会有几日 立刻 向可亲 向亲看 收起 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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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木正方和汤木一栋能和解 你们俩怎么了 你哪里头对了老木 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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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将来准能出去了 老木赏了我一道大菜 比下刀子都还狠 我不晓得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也能猜出几分来 你知道共产党人最恨什么吗 不会是我吧 老木发生过你 老木发生过你 我要是共产党也会发生你 我 不许多 我 我这儿喜欢吗 立刻 你是对的 同学之间 别弄得刀柄相见 什么孙文学会 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 那有意思吗 没意思 没意思透露我 咱别凑那个热闹 人哪可不就喜欢炸队 可人多的地方是非多 有了是非就有了争斗 有了争斗就有了输赢 这有了输赢可不就有了英雄 可是我说立刻 咱还是别做这种英雄 要做上战场上做 打军阀出列强 那才是真英雄 老范 这一点是咱们俩小的一块儿想的 到底是战场上滚过一回的生死弟兄 看看吧 我妹妹 老范 比你漂亮多了 我就这一个妹妹 在上海念一课和已知是同行 测绘这一行最讲究的就是 参照物 有你老范在旁边做陪训 确定无疑是个大美人 愿意不愿意做妹夫 愿意不愿意你给个话 开什么开笑啊你 谁跟你开不开笑 你小子是不是已经有对象了 我有吗 那你躲躲闪闪做什么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我发心良的妹夫 行了 我也不逼你 可毕业之前 你得给我个转话 听见没有 好 报告教官 曲教官来了吗 是 人呢 我问你人哪 是 曲先生一根拐杖 平添了几分独定稳当 董掌官换了豪宅 也增了几分威严派的 此宅是陈琼明手下的一名反动支掌的 实属敌场 第四军拿他做留守处还可以吧 曲先生 坦率地说 我董建昌和你们共产党人 共事多实 相知颇深 老蒋把你们这批俊才闲置在大庙里 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我请曲先生来 就是想谈谈此事 董掌官真是快人快语 恐怕我们不便谈论此事吗 为何不能 北伐的各项军事准备都在进行之中 各方面都需要人 欲制君者必先选将 没有俊才 第四军的腰杆子硬不起来 董掌官 你让我为难了 讨论一件本不该由我们来讨论的问题 为什么不能 北伐的目标 是国公两党共同提出来的 不是哪一方的事 何以不能讨论 是我那里的人都在名册上 你们第四军敢用吗 秦朝大将张罕 发修筑皇陵的囚徒为军 还给予平等待遇 旷扶这么一批有党的军政干菜 董掌官果然有体恤之心 让我感动 你应该在这些什么地方 就会有党的事 你也有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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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确的 我们识货呀 我有个疑问 你们打算 怎么使用我们这批人呢 职人方能善任 既是合中共济同父生死 那我们彼此必须相互了解 那我想听听董长官的认识 从两次东征的经历看 我认为贵党同志有两项特长 一是坐先锋打头阵的攻坚能力 二是对作战区域内民众的组织发动能力 董长官不吝表扬 所以未来对贵党同志的使用 就要扬起所长分开编制 怎么个分开编制法 比如说 我们已将液挺之三十四团 另行编成第四军独立团 让你们自己去搞 免得人家对我们整个第四军怀有戒心 一定要分出彼此来吗 这也是不得已 不认为贵党同志 还有另外一项专长我没好意思说出来 那就是你们保守秘密的能力也比我们强 所以 还是分开编程号 这样 利于公开嘛 还有 那是你 将来 这一项专长 你是要我们承担第四军作战区域的民众组织发动工作 正是 东长官知人善用 颇费了一番心机 李卿 李卿 巨侠 李卿 巨侠喊你呢 你跑什么呀 你坐下 坐下 松果 吵什么 你吵我 坐下 他站哪儿呢 过来了 站哪儿呢 他还没走 没走 没走 过来 过来 他走了 那边 看见了吗 李卿 我说你 我说你 干吗要躲人家呀 那我干吗要理他 你有神经病啊你呀 别装了 多漂亮的女孩子 欲擒故纵 我急着敢当和尚 你干吗 那是不敢 可我也不会装 我现在宁可当和尚 就干招惹他 别这样 人生短暂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地儿了 你说的都是什么呀 什么人生短暂的 你可不知道李卿 东征的时候 在淡水城下 让那军官一枪把我打蒙了 妈的 掏枪就把人家脚趾刀给打掉了 谁跟你讲道理 没道理可讲 这个事情就这样 不由分说 哪跟哪儿来的少 我说李卿 你小子就是不惜福啊 我就奇怪了 这屈侠怎么不喊我 但能喊你呢 哪次他再找我 我让他喊你去吧 说句实话 他跟你到底有没有这事 我告诉你 我们俩要有事 你拿枪毙着我 那你干嘛躲着他 干嘛躲着他呀 我能不躲吗 刚刚拿枪对着人哥哥 回头又跟着妹妹 嬉皮笑脸呢 我是畜生了我 那倒也是 那天我和老范还议论呢 咱们这黄虎 怎么弄成这样 兄弟反目 吃生成仇 老范是个政治之人 你也这么看 咱哥仨在战场上 滚过一回 我还能不了解 所以我把我的妹妹 介绍给老范 此人可以托付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你说你把你妹妹 介绍给她了 介绍给老范了 我妹妹在长沙读师范 老范比你我年纪都大 你该成家了 这个关系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将来全是亲戚了 总得说来 第四军队我的邀请 还是有所保留的 怎么说呢 有些羞羞大大的 羞羞大大的请 敢立直气高地去 北伐的目标 是两党的根本 借此机会 我党将进一步加强 在夜艇团的力量 使其完全成为 我党领导下的武装 这次北伐 绝不只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 而是一次轰轰烈烈的 人民解放运动 我明白了 好 等等 这里有你一封信 苏俄同志转过来的 这个莫斯科的杨丽华是谁 我怎么没听说过 国民党籍的 原先是中央党部的一名职员 好 祝恩 广州一别 已有数月 时常想念相处的那些日子 莫斯科的冬天果然严寒难耐 夜也显得格外漫长 此间 国内的消息时有传递 众善见仪式让人揪心 同学中也分成了两派 彼此争论不休 也使我更加迷茫 原以为 飞跃重重观山 置身异国他乡 可以清静一些 却不料 梦中行他千万里 醒来依然在床上 历清怎么样 我最担心的 是我这个弟弟 带问你母亲及取霞好 又急 去过了普希金墓 只是私人已逝 落叶凋零 此间推崇的红色诗人 为玛雅科夫司机 缴伤是否好转 念念 丽华与莫斯科中山大学 丽华与莫斯科中山大学 这个丽华还是那么忧伤 一点也不像生活在红色之都 哥 给丽华回信吧 要不然 他快仇成林黛玉了 几叶纸就能改变一个人吗 几叶纸是不能 可是爱能啊 咱们换个话题吧 你和丽卿谈得怎么样了 他老是躲着我 我不信 这事你办不了 你不知道这家伙 班起来的样子多可恨 什么了不起 我已经和叶挺团参谋长周氏帝 谈过了 争取把丽卿分到叶挺团 祥古必得用重锤 那你是要我还去找他呀 三七的军官生就要毕业了 这个时候他最需要帮助 去想这是工作 你出去一下 是 什么事 三七毕业的军官生 分配去向已经确定 你们家丽卿被四军要去了 我想看看你这个当哥哥的 有什么想法没有 怎么会分到第四军去了呢 完全是因为东征时的表现 董建昌对他的印象深刻 点名要他去 给了个独立团上位排长的头衔 也挺独立团 是啊 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想不想让他进那个红色染缸 быть 你也不说还是要我 是我的选择 不认识 你自己缺帅 你自己的事 因为你把说什么 把它的药告 有什么事 那今天我都替他改了过来 日后他要是知道了 他得恨死我 你们这兄弟俩呀 天堂之术 顺其自然吧 话不能这么说 人生重要的关口 就那么一两步 你现在不拉他一把 将来兄弟细强之势 不是没有可能 你是说 现在的核是暂时的 将来的分才是永久的 但有一条是肯定的 核久必分 怎么就不能有一个 长期稳定的政策呢 我可以等你一小时 你去找李清澹澹 看看他自己的想法 记住 就一个小时 各位就要结束军校的学习 前往军中任职要带兵了 在结束我们的步兵战术学习之前 我送大家几句话 一句话 只有不能打仗的将 没有不能打仗的兵 所谓兵随将准 强将手下无若兵 兵怂怂一个 将怂怂一窝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 你好 总之 作文要找文言 你好 打仗要找准打准 你怎么在这儿 水无常事 对了 三七的军官生 对步兵教材的翻译 提出一些意见 我来征求一下 最后一句话 敌人是最好的老师 我没什么事 要不坐坐 你们要记住 军人最初心 对了 你妹妹来信了 你知道吗 真的 她怎么样了 她没写信给你啊 最好的例子 日本是谁把她打败了 她就佩服谁 这一点 我妹妹啊 打小 她和李清就是一伙的 她就学谁 没什么 各走各的路呗 你们一家人 怎么闹成这样 我父亲啊 他有一个大算理论 对 父亲是算柱 母亲呢就是那个算一 兄弟姐妹就是那个算伴 我母亲去世比较早 大家一分胜负 一副就破了 你今天这神情 跟那天在党部大楼 可不一样了 我今儿没什么区别啊 你那个关键 还要当在桔原石上面 遏弱了 还挺可爱的 我那弟弟 跟你们家挺亲的好 这话怎么听起来酸溜溜的 不 进来 立青 对对 立青 我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是这儿吗 没错 你进来吧 是我找你们区队长 想听听你们对教材翻译上的 我没事 你们谈 好 东西 陈小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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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你弟弟了吧 看见了 进来呀你 他怎么来了 我怎么知道 有进步 过往校长当工师算 跑这儿来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现在 现在谈战术教材 是不是晚了点 战术教材是理由 你干吗躲着我呀 我没躲你啊 我干吗要躲你啊 我躲得了你 躲得了你 你觉得我才躲你啊 你还没学过撒谎呢 你 你怎么认识他的 我怎么就不能认识他呀 行 行 行 说吧 究竟什么事 徐恩对你的处境很关心 徐教官让你来的 他不让我来 我就不能自己来看看你啊 别在这儿放电 真是不对啊 别在这儿放电 我们杨少爷 不顽固了 这是革命军队的帮补摇揽 没有少爷只有战士 局务还挺高的 说真的 你考虑过自己毕业之后的去向吗 考虑有什么用 由不得你去考虑 徐恩想推荐你去夜挺独立团 你得有个思想准备 是吗 意外吧 我这样的人才 你们上哪儿找我去呀 内疚啦 自我评价还挺高的 我真的想去 我喜欢那支共产党团队 他们真的肯要我吗 就算发生过三二零那种事 我们一家人对你 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信心 席克 席克 屈小姐来了 你好 你好 报告上官 三七六班军官生杨立青 奉命来谈教材 你们聊 你们聊 我还有两个文件要处理一下 你们三七军官生 对新教材意见独当 教材委员会 回身上考虑党 那 大妇 快走 你接着放电吧 快走 放电吧 没事 快走 快走 那 那 徐老师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嗯 报告 立正 进 战 施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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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正 施設 立正 在黑暗與黎明之間 你來不及道別 只留下不少的淚光 思念到燭光 點燃了星空 銀紅的蛛淚滾落在歷史面旁 我要飛 我要飛 像自由像光明的天空飛翔 哪怕倒下最後的笑容 也會在歲月的長河中綻放 也會在歲月的長河中綻放 我要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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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自由像光明的天空飛翔 為什麼我們總是熱淚驚慌 因為我們的血為祖國流淌 因為我們的血為祖國流淌 為祖國流淌 為祖國流淌 哪怕